跑酷是一项近年来开始新兴的街头运动 它起源于80年代的法国街头 因为它让人瞠目结舌的高难度动作 和不受场地条件的限制 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 如今 机械运动对于我们来说早已经独栽陌生 可是你见过把整座城市当成是一个大训练场的跑酷运动 他们把城市里的各种设施当成是穿越和攀爬的对象 同样在我们南京也有着这么一批跑酷运动的热爱者 他们精湛的技术和出其不一的动作 让我们眼前一亮 南京TNT跑酷俱乐部成立于2007年 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跑酷团体 并且开办了江苏省第一个跑酷专业训练馆 TNT俱乐部现有主力实战队员几十余人 目前在国内是一支很有实力的跑酷团队 可以说我们俱乐部有来自我们富四海 四美八皇的同员 有不同的职业 有一些德国留学生 德国的荷兰的英国 还有一些教师 正常工作的白领 学生都有 现在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提高 会有一些商业的演出 影视剧的拍摄 有些广告的拍摄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 做着不同的职业 但是大家有不同的爱好 在一起相处的生活 那比方说我这个新人 如果要加入俱乐部 那首先需要注意哪些基本功能呢 首先你要找一个专业的俱乐部 俱乐部专业的教练 然后最好是在室内的训练场 拥有一些还没的电子保护的情况下 进行练习 我现在可以拜阿勇老师为师 我先学几个一招半数 可以啊 那我们就一起去试试看吧 经过跟阿勇老师几个小时的认真学习 接下来我准备大欠伸手一番了 通过刚才的训练和学习呢 我充分的发现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学生 不过我相信只要持之隐和 我一定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做出优美的动作 就是说 哎呀今天是看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